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各位班长 各位法师 各位记事 我正好 今晚我们继续谈《大念处经》 今晚我们开始学习《法念处》 那请大家看到这个经文《法念处》里面 这是第二百二十四页 第四传《法随观念处》 我们大家一起诵 不知诸彼秋 彼秋如何安住以法随观诸法 以此诸彼秋 彼秋安住以法随观诸法 既诸彼秋 彼秋如何安住以法随观诸法 以此诸彼秋 彼秋内心有贪欲出现时 了知 我内心无贪欲出现时 了知 我内心无贪欲 他亦了知 为深的贪欲生起之因 他亦了知 以深的贪欲断除之因 他亦了知 以灭的贪欲未来不生起之因 彼秋 彼秋内心有贪欲出现时 了知 我内心有贪欲 我内心无贪欲出现时 了知 我内心无贪欲 他亦了知 为深的贪欲生起之因 他亦了知 以深的贪欲断除之因 他亦了知 以灭的贪欲未来不生起之因 彼秋内心有贪欲出现时 了知 我内心有贪欲 我内心无贪欲出现时 了知 内心无贪欲 他亦了知 为深的贪欲生起之因 他亦了知 以深的贪欲断除之因 他亦了知 以灭的贪欲未来不生起之因 彼秋内心有贪欲出现时 了知 我内心有贪欲 我内心无贪欲出现时 我内心无贪欲 他亦了知 为深的贪欲生起之因 他亦了知 以深的贪欲断除之因 他亦了知 以灭的贪欲未来不生起之因 彼秋内心有贪欲出现时 了知 我内心有贪欲 我内心无贪欲出现时 了知 我内心无贪欲 他亦了知 为深的贪欲生起之因 他亦了知 以深的贪欲断除之因 他亦了知 以灭的贪欲未来不生起之因 如是 他按住于法 随观内法 或按住于法 随观外法 或按住于法 随观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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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法 或他建立起 唯有法的真面 或他建立起 唯有法的真面 如此建立真面 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真面 他亦赫爱与斜见 无所依而住 他亦不执着 无取应 世间任何事物 诸彼秋 彼秋如是按住于法 一五代 随观诸法 上几堂课我们就谈到这个 这个生念处 生念处观的就是观我们的身体 或者我们的肉身啊 受念处观的是我们心里的三种感受 即是热受 苦受与舍受 心念处观的是什么呢 心与心所 记得吗 我们前天有谈到的 还有这个法念处所观是什么呢 法念处是观这个临摄二法 就是说这个摄法或者是心法 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五代 五代是属于心法 他每个都是 因为这个法念处是包括临摄两种 所以经文这么说道 依此诸彼秋 彼秋安住于法 随观诸法 基五代随观诸法 彼秋安住于法随观这个五代 各种现象 接下来彼秋又解释了 如何来观这个五代啊 以此诸彼秋 彼秋内心有贪欲出现时 了之我内心有贪欲 或内心无贪欲出现时 了之我内心无贪欲 他亦了之为生贪欲生起之一 他亦了之以生贪欲断除之一 他亦了之以灭贪欲未来不生起之一 这几天你们在练习内观诸的时候 有没有观这个贪欲啊 有没有 有 所以当时你们在做什么呢 法念处 观这个法念处 这个贪欲是什么呢 在讲贪欲之前 我们讲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是五盖 五盖三次我们也有稍微有提到过了 就是盖的意思 虽然它是这个字是用那个盖子的盖的 可是来到这个佛教里面 很多的意思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主要这个汉传佛教我们有很多一些特别的一些名词啊 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这个是色 我们这几天讲的是色法明法对不对 如果一般没有接触到佛教的 没有接触过的 你一讲到那个色立刻想到颜色 你说色法 色法就是各种颜色啦对不对 那个色谱啊那应该是色法了 那等另外一种色什么呢 就是 就是 色秘密的 色秘密的 那个也是色啊 所以 但是如果你在佛教里面呢 就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人低促 接触到这个 这个佛教 比如说 他在佛教里面最普遍的一部经是心经啊 对不对 Poreparameter 心经 然后讲到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色地是空 空不一色 然后如果不了解的话 就想象是什么呢 这个色应该不是颜色 应该是讲那个南米之间的色 这样了解呢就错了 还有明 看到什么 明色 明就是明字的明啊 明就是这里的解释解释什么 心 就是真的跟我们了解的一个天一个地嘛 那同样的这个盖也是一样 盖的话呢 如果不了解的话呢 他是误会的 五个碑盖 五个锅盖 我都没有叫你 叫我们去看那个锅盖 有什么好看的这个锅盖 所以这个盖 这里是什么障碍 五种障碍 那这五种的这个障碍 当我们刚才念经文的时候 大家发现到哪五种啊 还记得吗 刚才你们念那个经文 单身 还有 吊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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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鸣 还有鱼 五种啊 其实我们 上的运气也说到了 其实它包含了七个 只是有 我们等一下会再解释 有两种啊 就是 它跟它的性质都是一样 它的这个就是它的作用 它的原因 还有它对峙的方法都是一样 所以把它这两个纳在一起 就是那个 吊腿 吊腿 还有这个昏鸣 其实它里面分成了两个 就是一对一对的 所以当这个贪欲在我们内心生起的时候 我们就学到它 这个贪欲是指什么呢 这个贪欲是指我们 对这个我们 就是执着于这个色身香味复法 是感官方面的这个享受的这个执着 而产生种种的赫爱 这个欲望 其实我们 就是我们喜欢看到漂亮的东西啊 越漂亮越好啊 所以你看 我们买东西的要嘛 太漂亮亮的 一个新的东西 新的产品出了更漂亮的 我们就最多去买 还有耳朵 喜欢听到美妙的音乐 美妙的声音 比如说人家 除了声音之外 我们耳朵也喜欢听什么呢 参叹你的话 如果讲到不参叹 不参叹的话 那批批你的话 我们就不喜欢听 这个是享受的耳外面 还有 我们也喜欢闻到香味 嗅到那个香味 所以也是各种归兰的香水 也有卖 还有 当然另外一个是 舌头 喜欢尝到好吃的东西啊 你们喜欢吃东西啊 这个每个人都喜欢吃啊 那你发现你看 外面的这个 餐馆啊等等都 还满人啊 这还要在排队等的 那个 人以食为天啊 各种族都喜欢吃 可是好像 好像华人是 不太别喜欢吃 还有我们的身体 也喜欢有束缚的触觉 所以现在比如说 这个 我们要喜欢做 比较舒服的椅子 喜欢睡那个 舒服的床 还有 这个 如果太过冷的话呢 如果你想到 哎呀 这边如果有暖气机就好了 就暖一点 舒服的感觉 太过热呢 你想要有这个 冷气机就好了 所以这个种种就是 身体触觉方面的这个热受 还有另外一个是 我们的思想方面也是 思想 我们想的东西有没有快乐呢 没有啊 可是我们不是 造了很多故事出来啊 越想越快乐吗 自我陶醉啊 有时候有些人 晚上他们一设计 坐在那边 知道一些故事出来 就是自己做导演 自己做演员 越偏就越好看 然后 今天 这个时间更紧 明天下集 就再继续下去 那这个是 我们的这个 陶醉在我们的 色身 将味 触法方面的 种种的这个享受 这个是 贪浊 贪欲 对 当贪欲出现的时候 我们修这个 试炼处的 必要教导 我们说 要了知 你当下的贪欲 在内心里面生起来了 如果 我们不 如果我们没有正念去 了知的话呢 会怎么样 就会这个欲望 就会发展成了 我们的这个 追求 你这个抓取 就是从念头 产生之后 就会引发出我们的 身口的行为 去抓取它 那去造成这个叶 这个 叶本身的形成 它要具足几个条件 就是 如果单单只是 你想的 想出来的 那个 在论里面呢 还不具足那个叶 当然还有那个叶 有四个叶 不会造成 比如说到 死一个人 会堕落地狱 那些 他不会 可是呢 如果这个 想 如果这个 叶头生起之后 那你的动作 开始付出了 有这个结果了 这个当下的叶就形成了 所以叶的形成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是看 有没有这个动机 比如说好像这个 一个例子 就是 波多斯带 有一位 有一位 阿罗汉 他眼睛瞎了 看不到 所以 他有一个 可能晚上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 很多飞鱼啊 还有蚂蚁啊 可能他走到外面 他不知道 他死了 所以第二天 早上的时候 其他的一些比如说 走过他的这个疗房啊 他们就住一个这个茅盆 这样的 那就看到了 外面有很多死蚂蚁 他们就去 波多那边投树 他说 他 你说他是真的阿罗汉 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阿罗汉怎么会杀身啊 怎么才死那么多蚂蚁啊 波多就叫那位 瞎眼阿罗汉来 问他 嗯 你知不知道 你昨晚才死了很多蚂蚁啊 他说 他不知道 所以波多说 这个不算是杀身 因为他没有杀身 这个厌头存在 他不知道 所以这个不构成这个业 所以阿罗汉是不会 因为波多也知道了 阿罗汉是不会造杀业的嘛 所以这个是 所以他趁着这个机会 就是要教导其他的人 大家知道 所以造业的本身 动机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新的一个动机 造成的这个 或者一看 这个戒律方面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不杀身戒 不杀身戒要具足五元 才能够 才能够 这个杀身才会具足的 其中一个就是念 心念 动机 如果一个人没有 没有杀的这个动机的话 那个 那个不算杀身 就好像说 嗯 这个 有一个工人啊 在高处做工 然后不小心掉了一个工具下来 砸死了下面一个人 那他不算是杀身 因为他没有心杀死 那个人 所以那个人因此 因为他东西掉下去而死掉了 所以这个动机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 因为内心有贪欲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觉到他这个是欲望 贪或者是喝爱 那你静位里面的这个字 两个字 就是出现 出现 出现有两种的这个存在 第一个是说 出现本身是指某样东西 某样事物的存在 并且反复的出现 这个是所谓的他的这个出现 刚才我们就是提到了 当你的贪欲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以正念去决断他 贪 贪 贪 前几课我们也说到了 善恶两种不可以共存的 知道吗 我们实际上也强调 在贪的那个动机 那个贪欲生起的时候 当你灌照他 你正念灌照他的时候 那一刻 你有这个正念 所以 那刹那的这个贪 已经灭出掉 已经没有那个贪了 已经不存在了 可是 他那一下的 下的那一刹那 如果我们没有正念的话 他又再会出现 所以说这个出现 也表示了 有广复出现的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使他两种 一种存在 一种仿佛的出现 当我们通过了这个绝照之后 知道我贪欲已经没有了 消除了 所以内心我们也要知道 我内心无贪欲 贪欲断了也要绝照 我内心没有贪欲 你也贪欲就是不出现 不出现 这里就是指 他不存在 或者已经断除了 就是用你的这个正念去观照他 他贪欲断除之后 这个叫做不出现了 或者是他 根本他就没有生起来 他以了知未生的贪欲生起之一 贪欲是属于恶法 所以有三恶良法 三恶良法 为什么会生起呢 主要来说是有两种情况 第一就是 如理的思维与不如理的思维 不如理的思维 会使我们贪生起这个恶念 如理的思维 会使我们贪生起这个善念 但怎么情况之下 我们的贪欲会生起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当时有不如理的思维 不如理的思维是使我们的思想 在错误的观点上面去 去思维事情 有时候我们称为这个邪见 或者是邪思维 那种邪思维 不正确思维 这是指 无常的 看着是常的 苦的 视为乐的 这个无我 视为有我 这个不敬 视为这个敬 这个所谓的颠倒 或者是心经里面监导 监导这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因为我们认为 事情都是禅乐我尽的 所以就值得我们去抓取 值得我们去拥有 你这个执着 就是因为这样的不如理思维 所以那贪欲就会生起来 那如理思维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正确的了解 就是以在正确的 那个区道上去思维 正确的是了知 无常的 视为无常的 苦的 视为苦的 无我 视为无我的 不敬视为不敬的 不值得贪着 拥有执着的 就是我们不去拥有 不去贪着他 不去执着他 不去执着他 不去执取他 这就是佛陀所说的 诸法都是无常 苦跟无我的 如此的这个 如理思维 那我们的这个 汉欲 都不会生起来 他亦了之以生起的贪欲 断除之因 那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层次去断除我们的贪欲 那就是借由这个 以这个正确去绝造他 就是以这个试炼处的方法 绝造他 还有就是培养这个 如理的这个思维 以及去了知 他外境 无常 不敬的这个本质 就是要通过了这个 试炼处的如实的去观照 还有培养这个如理的思维 才能够知道 我们的对象它是无常的 它是不敬的 此外呢也可以通过 在修这个不敬观的时候 当达到长纳的那一刻 能够把这个贪欲 暂时的给它去除掉 因为如果单单通过了这个禅定 去除的这个贪只是所暂时性的 因为被这个定律把这个贪欲给压下去 而不是永久的完全的去除 在禅修中 只要保持这个正念 便可以去除或者断除这个贪欲 但贪欲觉知道贪欲没有出现值 我们要知道 它消失的原因 是因为呢我具有这个如为的思维 对这个观照的对象 具有正确的态度与这个见解 所以呢贪欲就会消失 要达到这个贪欲完全的断除 不会再生起来 经文里面有一段是说 它已了之 已生的贪欲断除之因 就是说完全的 它已审查到 那个贪欲不再会生起来了 这个呢是要达到 四国阿罗汉的时候 才能够表示这个贪欲已不再生起来了 这个要通过了 达到第十六个阶制的时候 达到这个审查制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呢 它会审查 断了什么烦恼 有什么烦恼还没有断 那在这个注释书里面呢 有提到的就是 有六种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去除与减轻 那个贪欲 第一个方法就是 练习这个不禁观 就是观身体的三十二个部位 或者去 去观死尸 通过了这样的 这个禅法呢 能够减轻我们的这个 这个贪欲 虽然我们可能 还没有修到这个禅定 可是如果你时常的 每天的有练习这个 这种不禁观的话呢 这个贪欲方面 也有所的这个消除 这个减轻 第二个方法就是 直接的修这个不禁观 而达到这个禅定 可能说就是 达到这个出禅的时候 出禅已经把这个五概给压下去了 所以就是贪欲就不升起来 但是强调这个还不是究竟的 就是暂时的而已 第三个方法 就是以这个正念来 守护着我们的六根 就是守护着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六根 不让你这个万念 你这个贪欲 从这六根进来 就是以这个正念的方式 看到 知道 看到 听到 知道 听到 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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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 知道 还有身体接触到 想到也知道 这个就是 为什么说其实 只有这个失恋处 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法门 因为你时时刻刻的 都以这个正念来守护着我们 一四个方法就是要 饮食要吃量 就是要知道我们的 解释我们的那个饮食 这个饮食方面呢 也有帮助我们 减轻我们的贪欲 这个相信你们也有这个经验啊 对不对 你说 如果我们没有解释饮食的话 看到那个好吃啊 很好吃 吃多点 看到这个好吃 那个也好吃 吃多点 这是 这个是不是汤啊 从这几天里面 七天里面 可能大家也有很深的体验啊 当你拿菜的时候 看到这个好吃的 我其实喜欢吃的 我想拿多一点点 所以那如果 我们没有一次 截至我们的饮食的话 我们就随着我们的 这个好吃我吃多一点 那个好吃吃多一点 对 那吃完了 不够在外面买还有的吃 再吃 看到路边什么东西 又买来吃 这个是不是 没有节制我们的贪欲 对不对 贩重我们的贪欲 你这样通过你的吃 其实是培养我们的贪欲 越来越多 所以当你的饮食质量的时候 你知道我现在吃这个吃饱了 我就不太吃了 尽量的不要让食物 以抵诱你 成功的以抵诱你去吃 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去 消除我们的贪欲 就是说喜欢吃 贪吃也是贪的一种 所以如果你能够 限制你的贪 你的饰的话呢 贪吃这个习惯 慢慢改过来的话 对其他的贪也是一样 通过你减少你的贪吃 你会发现到 你对其他的贪也会减少 还有第五个方法 就是清净善知识 就是清净那些 就是善知识 通过了他们的这个 这个身教 与这个 这个 这个语言方面的教导啊 能够让我们学习 就是如何的减少 我们的这个贪啊 就是跟三十四学习 少欲知足啊 这些啊 还有第六个方法 就是有 要有适当的言谈 就是 谈论这个 我们如果我们贪呢 会有种种的坏处 这个 还有这个 谈论这个 如果我们减少这个贪呢 就是 容易满足 容易失足的话呢 种种的这个利益 通过这六个方法 也帮助我们的就是 减少我们的贪 这六个方法 就是在 就是说 嗯 你可以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烈心禅修 还有这个 这个慈戒 因为慈戒是一整天的啊 所以这个 就是在 平时生活的方式中呢 也要培养 还有它的效果 还有它的力量 第二个我们谈到的是 就是 称慧 称慧 称慧指是 我们生气啊 真恨啊 那还有这个 害怕 恐惧 也是属于称慧的一种 就是 因为称慧 它有两种 两种这个 那个 表达的这个方式 第一就是 你这个 攻击性的 就是 生气的时候 以攻击的那个 那个方式 就是 比如说 去骂人家啦 去打人家啦 这个 就是以攻击性的 表现出来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以逃避性 就是恐惧 当你怕的时候 会跑掉啊 就是 哇 这个 这个 反正这么暗啊 反正跑掉了 应该是恐惧 恐惧属于称的一种 所以 比如说 内心有称慧出现时 了之 我内心有称慧 我内心无称慧出现时 了之 我内心无称慧 同样的 通过了 你谈休的时候 当内心有生气 的时候 生气也要了之 那这几天 谈休 你们有没有称慧生气啊 有啊 应该是每个都有 应该是15块里面的一颗啊 可能你平时 你会忘记了很久很久以前 某某人 对你做这些小小的过失 可能也忘记了 可是当你静坐的时候 这几天可能 那些很久远的事情呢 小事情呢 他都会到你脑海里面 突然间爆发出来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称慧的生气 内心 这个很平常的 内心称慧一生气的时候呢 你就说不下去 心就开始 这个很杂乱 很活动 指出 如果你没有正念时候呢 往往把那个 小小的一件事情 你会更加的 加一些东西下去 加一点料下去 让他的越烧越旺 本来是小事情 可是你添加这个故事下去 让你只能越来越生气 有没有这样 但你如果没有好好去观照这个称慌的时候 你让这个称慌心带着你 带着你去的时候 你会添加很多额外的故事下去 本来那个人是对你做了一些 很小的一个故事 可是因为你坐在那边呢 你不用工去观的时候 你坐在那边 你会想很多故事 让你自己越来越生气 越来越自我虐待 所以这个 我们内心生气称慧的时候 你要用心去观照它 不然的话你的苦的就越来越多了 当然也同样的 因为他生气之后 我们有这个不如理的思维啊 所以呢就导致了这个称慧的这个生气 我们也了知这个 我内心无称慧的生气 就是说 当你觉到的时候 觉到生气生气生气 几次之后生气灭除了你的了知我 当下生气不再出现 不再出现了 不再出现了 同时你知道 现在呢 我因为无理的思维 所以呢这个生气 就没有出现了 意思说 他亦了知 为生的称慧生气之一 就是 对称慧断除是因为呢 我有如理的思维 比如说现在呢 我内心充满这个磁心 要完全的这个断除这个称慧 要完全的这个断除这个称慧 要达到这个杀果 阿纳罕 杀果的时候呢 那个称慧心才会完全的断除掉 那同时这里也有六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 减轻这个称慧心 第一个方法就是 时常在心中 生起这个磁心 是尝试 就是对一切的众生 我们就生起这个 发这个慈悲 还有对一切众生 都生起这个善的念 第二个就是练习这个磁心观 而达到这个禅定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暂时的去除这个称慧 第三个方法就是思维 每个众生自己所造的业 是他自己所要承担的这个财产 业是我们众生唯一的财产 不是你的权 不是你的屋子 不是你的房子 不是你的家眷 是我们的这个业 所以我们造种种的这个 这个行为 口业 生口意造的 种种就是我们 随着我们而去的 这个业 这个财产 去哪里他就跟着你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想这样 就是说 每个众生都要对他们 所自己造的业 负这个责任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到 我何必因此呢 何也陪他一起去造这个恶业啊 他造不好的行为 以后他将会面对他的后果 所以我想到 我们也不值得 跟他一起去放这样的错误 所以因此也能够帮助你 可以让他 不采取这个 报复的心态啊 仇恨的这个心态 还有第四个方法 就是 去思维 就是 有这个持心 带给我们种种的这个利益 让我们有爱心 有原谅人的心 宽恕人的心 有这个 宽恕的时候 有一种 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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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种那个利益 会带给什么样的利益吗 石为它的利益 有思维 称恨 暴躁 暴富 妒忌 种种 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坏处 第五个方法 同样的也是亲近善知识 就是亲近有爱心 有慈悲心的人 向他们学习 第二个方法 就是适当的言谈 就是说 在我们言谈的时候 不要适当的说人家的坏话 你看 当我们识堂的续番 说人家的坏话 说人家的转处的时候 你内心在一个 在你说人家的转处坏话的时候 你内心会怎么样 会快乐吗 当你谈谈的时候 你内心也会产生那种 愤怒的心 对不对 只是在你言谈不恰当的时候 跟你批评人家的时候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你内心是不是有 有称慧的心 所以这就是 适当的这个言谈 我们不谈论人家 批评人家 当然是善意的批评 那个就有不同 就是善意的批评 就是说你看到他 做得不对 就是要善意的去教导他 让他不要再放错 这个教导真的不要 而不是那种 背后的批评 那个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那个呢 是助长我们的 那个称慧的心 比一了之以断 以灭称慧 未来不升起之音 这个就是说 达到这个阿那汗的时候 三国圣者的时候 他审查 他知道呢 从今从这一刻开始 他的称慧已经不再 不再会升起来 完全的断除了 这是第二盖 就是称盖 接下来第三个 昏明 昏明这个字就包含了 昏沉与睡明 睡明这两个 比准内心有昏明出现时 了之 我内心有昏明 或内心无昏明出现时 了之 我内心无昏明 其实 我看这个大家也很熟悉了 这个信息 这个是大家的好朋友 一坐下来 你好朋友就来找你了 所以这个 有没有要觉到他 我内心有昏明出现时 现在我昏明 那当你觉知到 有昏明出现时 怎么办呢 我们说就是以这个 真念去觉到他 对不对 去观照他 这个昏明 开始时候你发现到 内心昏昏欲睡 很黑暗 很昏沉 那个反应也很时钝 然后你的反应 接下来你会发现到 你的眼皮 这样越来越重 中间要拍下来了 那种这个你要觉照 当你通过了 这个静静的觉照的时候 那个昏明消失之后 你知道我内心 无昏明 已经消失了 这样的观照 有没有成功啊 有没有观照到 昏明 飘逝掉 或者最后呢 被昏明所 所诞生了 成为他的手下 拜将 到后来 我害怕 投降 投降算了 就跟着他一起 被他 被他绑 去做那个奴隶 那个善女 同样的产生 这个 这个 这个原因 就是有不如理的 这个思维 所谓不如理的 思维 就是 想到 这个 无聊 睡觉 懈怠 等等的 都是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小事情 这个 就是 我 我 做了那么久了 睡觉子呢 也是理所当然的 也不会影响到我的进展 这样的不如理的思维 所以呢 会加重了这个 分层 睡眠的产生 这个如理的思维 就是说 我现在呢 要更加静静的 知道呢 这个是我修行的一个障碍之一 我要克服他 如果我不克服他的话呢 我的修行就没有进展了 所以这个 就是 奴隶的这个思维 能够去除我们的这个分娩 所以当要 想要睡觉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的精进 努力的去 专注这个禅室的这个对象 就是说 你要关照自己 把更加的 奴隶的关照到 让你起伏的差 下 上下 更静静的平静 平静你的精神 平静你的胸 平静你的背 来加重 你的这个精进力 他予了知 与生的婚姻 断除之一 他予了知 与灭的婚姻 未来不生起之一 要克服这个 这个婚臣 要达到四国阿罗汉才可以 所以这个不容易 这个障碍 要达到了 完全解脱的那一项 就自己震到四国了 才能够去除这个婚严的这个障碍 那这里也有六种帮助我们呢 就是去除这个婚臣的 第一个方法就是了解这个饮食过量将会造成这个婚严 如果我们吃的太过饱 你会发现到 当你下午做的时候呢 会很容易睡觉 你撑着太过饱的时候 因为就是 刚刚几天 有些可能第一次受发现的时候 有些可能 就是很担心 晚上没晚餐吃 我就没宵夜吃 所以午餐呢 我要把这个晚餐宵夜 全部一起吃下去 可以撑的 饱饱的 那大家知道了 你吃的这么饱 我们身体需要到消化这些食物啦 所以下午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特别容易昏沉 容易睡觉 就是因为 我们的肠胃 需要到更多的血液 去帮助那个消化 所以会从我的脑部方面呢 就是脑带走了很多的这个血液 所以当我们脑部缺氧 缺血的时候就会昏沉 虽然我们晚上不吃 可是可能在一个礼拜里没有体验到 可能 看你们的饮食也不是很多啦 他们也自己正在调整 所以一般来说呢 就是吃到八分饱料 不是趁着干淡 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空间 像呢 那个笑的时候你做的也会比较舒服 而且也不会那么容易分层 所以要了解到饮食过量的话呢 就会造成我们这个昏沉 第二个方法就是改变你这个知识 就是我们也告诉大家是 如果你昏沉的时候 你可以调整你的知识 做知要挺直 或者起来练习这个立场 或者是惊喜 这种来改变那个作息 当然这个时候呢 就不鼓励你敢用到卧床 如果你昏沉了 改用卧床的话呢 就会更加重的这个 一卧的话呢 就是倒下去 就是打汤火火 就睡去了 这个是用比较静静的态度 就是你只身体或者立场 立场的话呢 他也不敢睡觉嘛 对不对 我曾经有看过 就是以前在这个禅修的时候 在这个 就是也一位 就是他也有这个毛病 他很喜欢睡觉 一坐下来呢 他就睡觉 他就昏沉了 听经也昏沉 说什么一坐下来就昏沉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哪一次呢 我们就 就要导大家练习这个立场 他在那天里面练习立场 他也一样 他站在那边 他就睡掉了 他站在那边呢 他大叫一声 因为他跌倒了 他站在那边睡觉跌倒了 跌倒之后呢 第二次呢 他那立场他都不睡掉了 他都不会昏沉了 因为他跌了一次之后 他就怕了 所以每一次他练习立场的时候 他就很小的意义了 很提起这个精神 所以呢 就没有发生第二次了 所以宏沉呢 他也克服了他 他昏沉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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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习惯 至少呢 可能站的时候 他就不想不敢睡了 坐的时候可能还会睡了 可能至少呢 以后站的时候 他不敢 因为跌了一次之后呢 他就怕了 因为这个改变这个姿势呢 你是有作用的 然后以后呢 当你们昏沉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这个 用这些方法 第四个方法就是 做光明晓 就是观想这个光明 就是观想这个灯光 观想这个太阳 观想这个月光 光明的东西去观想 因为当我们昏沉的时候 我们内心是昏暗 所以这光明跟黑暗 也是两个不能够共存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 你内心里观想这个光明 就能够把黑心的昏暗 黑暗昏沉给驱逐掉 第四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走到户外去 户外的空气比较新 比较新鲜啊 新鲜啊 而且环境也改变了 所以有时候 那你就没有那个设施了 其他有些地方 它有户外静坐的一些设施 比如说在户外 它们有些瓶子啊 可以供进坐的 如果你在室内呢 或者长寒 分层的时候 也可以到户外去 第五个方法 也是一样 清静这个三知识 就是 清静那个 精静努力的 的人 向他们学习 那如果你清静一些 懒惰爱睡觉的人 那你陪他一起睡觉 还有第六个 就是 诗诞的圆堂 也是谈论 精静努力的各种利益 谈论这个懒惰 堪碎的种种这个弊病 然后接下来第四个 就是 调毁 调毁 同样的 这两个包括了 两个障碍 就是 调局 与 追毁 调局 就是说 心 不能够停下来 很激动 心不能够平静下来 这个调局 追毁 也就是说 毁就是毁过的 那个 那个 毁过的毁 追毁就是说 有两个事情 就是 想到 以前做过的措施 内心生起 这个追毁的心 第二个就是 想到以前 该做的 善的事情 没有去做 现在想起来 追毁 这个也会在 团子里面会出现 这个 为什么我们 就是在 早上 比如说早上 我们修 那个 提醒观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就是 愿我 幸福快乐 对不对 让自己 散发出 这个 给自己散发出 这个词爱 除了 第一课 晚上我们所解释的 就是让 心容易专注之外 第二个原因就是 让自己从 那个 自责里面 给释放出来 这样我们说 每个人都 最爱的是自己 可是有时候呢 往往我们也会 怎么呢 能够原谅 原谅别人 不能够原谅自己 这个抓住 在内心 不能够释放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修行的障碍 这个也是五概里面的 所以通过了 这个观 做这个 情形观 愿我 幸福 快乐 之后 也是借着这个 情形观 让你自己 能够把你自己 这种自责心 给放下来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追悔 这个就是说 回想起 以前做的一些 错事情 没有去做 没有去唱会 如果可能的话 就是 你可以通过 这个唱会 来得到 这个 这个 消除这方面的 内心 这个 这个 结 什么 这样的 怎么样的唱会呢 就是 如果你对 最好的唱会 其实 如果你对某人 某一个人 做了 对他不起他的事情 最好的唱会 不是在佛前 因为佛前 不是单事者 而且佛现在 如果是 做错事 的话 要对那个人 作唱 不是对 不是对佛唱 所以你要找 那个人 你说 我的 你做了对不起的事 请你原谅 这样呢 这样子是把你这个 关爱放下来 在经典里面 也是有记载过 就是 有人 毁伴 那个 舍利婆 有 比丘 毁伴 那个 舍利婆 然后 佛陀也知道 这个是 毁伴 所以他就 特别的 故意的 叫舍利婆来 就是问舍利婆说 你有没有 这样 这样做 这个事情啊 这样说 这个人啊 那舍利婆 就回答说 自从他 接触 佛陀之后 向佛陀 学习之后 他的心就像大地一样 就是能够接受 任何的东西 人家 丢干净的花 在地上 他能够接受 跳那个花 他能够接受 人家丢 暗占的东西 大便啊 真的 他也能够去接受 就是他心 如一个大地 所以 那个 那个 佛陀 就 告诉那个人 那个 那个毁谤 那个舍利婆的 那个 比修说 你要向 那个 你要忏悔 不然的话 你毁谤 圣哲 你得到会很大的 这个 这个 恶的 这个果报 恶火 在这个 毁谤的 比修就知道 就向佛 唱 或者说 你应该向 舍利婆 唱 这个 就是 这个 就是像 除非 那位 但是者 你找不到 你找不到他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 佛节 就是 所谓所谓的唱语 就是说 承诺 或者 如果你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 也是很好 因为 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人讲的话 那 你会你知道 你向一个人发露 这个叫做发露唱 发露的 就是 一个人才为你作诚 所以以后呢 你会更加的小心 如果你没有去找个唱语 只是内心跟他的话 有时我们会 就是说 反正也没有人知道 不用走 所以你会 你会很 不会说很重视他 所以就是 第一就是 可能的话呢 就通过了这样的 这个 唱语的方式 把这个节放下 如果不可以的话呢 也可以在佛前啊 就是 或者另外一个人面前 就是承诺 就是承认自己 犯这个错误啊 以后我不再会这样做 而且呢 也说 任何的这个 这个 后果呢 我也可以 我接受去承担 所谓这个追悔 还没有做过的 善的事情 就是有些 当下 可能 以前有些事情 应当要做的 可是我们没有去做 嗯 一个例子就好像说 嗯 比如说有一天 你在这个路上 路上行走 在马路上行走 看到 看到有一个老人家 要这个过马路 那你想说 那我应该帮他 带他过马路啊 不然很危险啊 可能有车 所以 会被穿三浪危险 在这个时候呢 你想到 本来想到要 要有这个 那个信念要帮他带他过马路 可是又想到呢 街上很多人看 好像 很不好意思啊 就是这样可能就是 人家以为我 我是 我是这个 就是 不怕人家取笑他啦 我不敢做 或者说可能 可能 当时候可能 那个老人家过马路之后 可能被 车碰山啊 跌倒了啦 这个时候呢 四个多年 可能你 那时候你在回忆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静坐的时候 这个景象 这个事情会在你们内心里面呈现出来 这个时候你管到后悔 追悔 认为 但是我应该做 可是我没有做 所以这个追悔就包括了两项 所以当这个 调局或者追悔 在内心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 正念去绝照他 比如说心 这个不安的时候 激动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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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追悔的心 发生的时候 要完全断除 断除这个 追悔 要达到三国 阿那汗 才能够断除这个追悔 要断除这个 调局呢 要达到四国阿罗汉 这里也有六种方法帮助我们就是减轻或者暂时去除这个追悔 第一个方法就是多文佛法 就是通过了多文佛法学习来建立起正确的这个观念 就是知道 当我们有正确观念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避免做错事 第二呢就是 询问 何者单做 何者单直 就是要了解 什么事情应当做的 什么事情不应当做的 止就是不可以不做了 第三 就是了解这个戒律 因为戒律本身 能够帮助我们知道 就是 什么事情做了 会伤害到自己 伤害到众生 那什么事情 应当做 什么事情不应当做 所以记得我们 前两天 我们谈到了一位 就是 佛陀那位弟子 就是宇宿念的弟子啊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他 一天就 死了两个孩子啊 丈夫啊 父母啊 这样 后来 他 成 修行的 成就之后呢 他就 嗯 教导 就是 其他的民众 就是要 重视这个戒律啊 就是因为他 他知道他 以前 他有受种种这个苦 就是因为他不了知 什么应当做 什么不应当做 所以 通过了这个戒律本身 能够让我们在这个 那个 道德啦 有一个准则当中 那当我们 通过这个戒律之外 我们就不会犯 任何的措施 不会有这个摧毁的 第四个方法 就是要去实戒 神区实戒 然后还有跟这个实戒 有经验的前辈 就是向我们学习 第五个方法 就是清净三知识 第六个方法 就是实战的圆堂 那第五个 就是疑 就是疑概 就是北修内心有疑惑出现时 了之我内心有疑惑 或内心无疑惑出现时 了之我内心无疑惑 那这个疑惑是什么呢 这个疑惑是 对佛法身的疑惑 然后对这个 修行的疑惑 对这个法门的疑惑 修行法门的疑惑 对你本身的疑惑 那对本身有什么疑惑呢 就是对你本身 能力的这个疑惑 对自己没有这个信心啊 就是认为 我现在学谈修学那么久了 那好像没有成绩 那我 可能我是下下根的人呢 我就不适合 不适合修这个了 我就开始打退堂鼓 因为你一想到这个的话呢 你的信心 兴趣就开始退了 你开始一退的时候呢 当然你的修行更肯定的是 没有进展 那个是自己造成 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 对这个方法也没信心 就是说 这段时间自己没进展 就想到 这个方法 就晓得这是 这是真的佛陀说的了 为什么 为什么对我 是没有用的了 或者这个 其他那个方法 是否正确的吗 指出更进一步的 就怀疑 这个 是否真的有 触世间的圣者吗 是否有真的 有能够解脱的圣者 有些更深一层的 人们都会怀疑 这个世界上 是否真的有佛陀出现过吗 这个就是对 那个移概的这个申请 当然它的原因也是 带着 这个不如理的这个思维 要断除这个疑 什么时候可以完全断除呢 你们也想过了 还记得吗 考考你们还有没有睡觉 听的时候 出国的时候 就是虚拖环 虚拖环出国的时候 就能够断掉这个疑 所以你看 为什么说 佛陀可以 这个出国的人 正德 或者虚拖环 受计说 最多 人天 来 这个 这个玩法 七次 就能够解脱 为什么 不能够跟我们说呢 为什么能够跟 能够保证 这个虚拖环 说他最多七生 七次就能够解脱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保证 没有这个保证给我们 你们就想到了 因为虚拖环 是刚才说 断掉那个疑 断掉了三宝的怀疑 断掉了对因果的怀疑 可能 有些人可能不大同意 我对三宝没有怀疑 为什么你说 我对三宝有怀疑 我对佛法生 信心持住 没怀疑 如果你对 其实不要说 虚拖环 虚拖环 断了这个疑之后 他就是 对这个佛法生 完全没怀疑 所以 就是这样 所以 他很静静地 跟着佛陀教导 去修 所以 能够保证 七世 最多七世 就能够解脱 那我们现在呢 表面上来说 我们对佛法生 没怀疑 可是内心还有怀疑 有什么怀疑呢 比如说 佛陀教导我们 每一念 比较清楚 不要放逸 对对 每一念分明 不要放逸 可是我们呢 可以吗 远都不说 比如说 叫你 关 叫我们关 热禅生活 的时候 我们说 嗯 不用紧 这个 这个 不关也不用紧 这个 一段时间 可以享受一下 没关系的 这个呢 就是 我们还有怀疑 这怀疑 说 那个 佛陀教导 因为佛陀教导 我们就是 每一念 都要正念 不要遗漏 不要遗失 可是现在 我们不是啊 我们说 这样子呢 我今天很累了 就是 让他想一下 享受一下也好 有没有这样啊 对 就是我们这样 还不是精进 还是有点怀疑 所以呢 就是 佛陀也不能够 跟我们担保 只要担保 是断了这个怀疑的 还可以 对 同样这里 也是有六个方法 帮助我们减轻 我们这个疑惑 第一个就是 同样的就是 多闻佛法 这个 就是建立起 我们的这个正确的 这个观念 第二个就是 在佛法身方面 有多的 深入的这个了解 第三就是 了解这个戒律 第四就是 尽性 三宝 就是 对佛法身 产生这个正性 第五个方法 同样的 也是 清静 善知识 第六个 也是 适当的 这个言谈 就是 能够帮助我们 消除这个疑惑 就是总共 这个 就是这五概 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 昏明与吊菊 这两概 其实它包含了 一个一对的 就是 这个 我们现在谈 这个昏尘 与这个睡眠 因为它两者 会怎么合成一概呢 是因为 他们有 相同的作用 产生相同的这个原因 还有对峙的方法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不管你昏尘 或者睡眠 它的作用就是 持顿 持软 就是我们的心 不敏锐 这个是它的这个作用 就是 我们的心 与这个心锁 你记得吗 我们的心念初的时候 有这个两部分 心跟心锁 所以 这个 这个昏明 就是说昏尘 睡眠 这两者的作用 就是我们的心 与心锁 都很持软 软就是那个 软慢的软 缓 时缓 就是软 时缓 缓慢的缓 时钝 你这个缓慢 当然也包括 我们的身体 那两者 它产生的原因 都是一样 都是因为 懒散 或者是懈怠 对峙 也是同样的方法 就是要努力 或者是精进 所以他们两个 有同样的心智 所以把合成一起 调毁 调毁也是 调举与追毁 两个都合在一起 它的作用就是 不平静 当我们的心 激动的时候 不平静 当我们追毁 一件事情的时候 内心也是不平静 所以这个是 它的共同的作用 就是让我们的心 不安 也就是不平静 它的产生原因 是什么呢 就是 想到有关的事情 想到这个 就是 你说 刚才说的 某一样事情 但是没有做 现在追毁 就是想到 有关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产生这个 心的不平静 那对峙的方法 就是以这个平静 来对峙它 当我们要看到 我们说 修这个内观禅 我们就要 看到它的这个 无禅 苦无我 诸法的这个实相 当你要看到 这个无禅苦无我 这个阶段 你不需要 降伏这个五盖 五盖被你降伏了 你的定力 才能够看到 这个无常苦无我 以及这个 诸法的这个实相 之前我们的心 都被这个五盖 拉来拉去 所以看不清楚 其实在真正的来说 这个修这个四年处 没观察 之前还没有达到 这个 降伏这个五盖 之前 其实 还没有所谓的 如果是以这个 六顿来分析的话 要达到第三阶制 那个阶制的时候 才能够算是真正的 修这个四年处 之前还不算 看到它这个 生灭的时候 才算是真正的 是内观的 行得 这个是比较严格的来说 他们现在我们 只要我们 以修这个方法 也算是修这个内观 一个步骤上去 这个只是一个名称 不用去 去直说它 其他的都是一样 就是 以内随观 以外随观 就是 觉到观察自己的 自己的五盖 就是以内随观 想到我自己的五盖 有这个五盖 而且看他的生灭 别人也是一样 就是 就是叫做 以外随观 看到这个实相之后 他也不会自着任何的 自取 这个 无取运 事先任何的事物了 这个五盖 是不是我们 谈修的五个好朋友 只谈着来 一个接一个的来拜访我们 一个拜访完了 就到另外一个 就敲门了 又来了 一个走了 又到另外一个来了 所以 这一个礼拜 大家都很忙 接待这五个客人 这个不止在谈修的时候 其实 你先想看 我们在平时的时候 刚才说 这五盖属于心法 当你在 我们平时的时候 你回忆起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也是有这五个朋友 即使你不在谈修的时候 你在你生活 乐谈生活的时候 做教的时候 做工的时候 资餐的都有这五个出现 内心生起一个贪 等到 等到等一下我要去哪里买东西 等下我要吃什么东西 等到我要去哪里 等到 这个 周末我要去哪里逛 就是 这个是贪 资餐生起这个 贪就是 一点点小事情 就说那个 就放不下了 就生气了 就是一点事情都会 到自己很生气了 这个是称 疑就是说 怀疑 就是很多的怀疑 种种的怀疑 这个方法啦 怀疑什么啦 怀疑这个五概啦 吃贪的都是 就是跟我们在一起 以我们为伍 所以从这个内观禅的当下 我们去认知我们这五个朋友 知道这五个朋友 我们才能够去对峙他 如果连他存在 你都不知道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对峙呢 所以第一步 所以说就要关照 贪生起的时候 我们知道贪 是要认识他先 不然他谁来找你 都不认识 第二个朋友来拿起来的 称你知道 称 现在呢 给了我朋友一个名字了 再上来我就知道了 好嘞 我知道说 我就有醒悸了吗 对对 所以就是关照的这个力量 就在这里 还有什么问题啊 在五概 所以我请教禅师 就是说 那个 我别人误会我们 有做那么一件事情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做 那有需要去跟他解释清楚吗 这个要看情况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你知道他能够接受 或者是因为他的这个误解 所以他就对你发出了这样的批评 那你可以找这个恰当的这个机会 跟他说明 跟他说明 尽量的 就是我们要 我们要降服我们的这个称 一般呢 我们一听到人家批评我们 我们就生气了 第一个反应就是生气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喜欢听到 不是赞叹的话吗 所以这个你要学到 生气 对那时候 你再思维整个的这个 这个 整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 就是确定自己 没有做这个事情 我没有错 在适当的机会下 也可以跟他 跟他解释 如果 这个因言不具足 不能够与他解释 或者你知道 跟他解释也没有用的 他也不会接受 他也不会听的 就好像刚才说的 就是要思维 每个人要对他所做的事情 负起这个责任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 放下了 他只望他都是不确实的 是真是假 骗不了人的 真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只要我没有做出 违背这个因果的事情 我没有伤害到别人 这个他所造的行为 他要自己以后去承担 尽量不要以这个 来死你的这个 嗔恨心的身体 你觉得值得吗 他的过失 他的错误 而死我也跟他一起造恶 那你思维这样值不值得 那你思维这样值不值得 sado sado